大家好 我是王建文 我想這一陣子以來跟各位介紹過汽車電子產業 我想汽車電子產業今天還是很多個股很強 那當然市場傳聞說Apple要介入電動車 這也不是新聞 因為這個從去年前年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傳言出來的 那當然你可以發覺說市場就是像題材一樣這樣把這些再往上推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同志也好像胡連也好 那繼續的往上講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產業了解的更透徹 在操作上才會更有幫助 那我們跟各位介紹過韓太 昨天跟各位介紹什麼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 我說現在大家如果要關錢如果要掛負 如果要掛負 刷卡機拿出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些個股 有的個股還在整理 有的個股還在跌 那當然買賣點的拿捏就很重要 不過不管股價漲也好 不管股價跌也好 你一定要先把那個產業了解 我們了解以後 我們知道要怎麼做 知道現在什麼事情做什麼事情 特別是最近的一個行情很亂 直上直下 不過我覺得亂才好 因為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 如果不亂的話 你怎麼有機會找到好的切入點 或好的放空點 那這個見仁見智 不過我覺得說我們還是要產業了解清楚一點 今天我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的 那因為這個也沒有人再講 這個是法國的一個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得主 叫提霍勒 提霍勒 提霍勒提出什麼樣的概念 在台灣的股票市場裡面 有沒有類似 或者是說概念股 我們就跟各位分享 提霍勒主張什麼 主張說公共政策跟氣候變遷 那從氣候變遷跟公共政策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樣的一個相關聯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 那這個是提霍勒 法國的一個諾貝爾獎的一個得主 所謂公共政策跟所謂的一個氣候變遷 很重要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要減碳 減碳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這個跟什麼 跟捷徑的能源有關 跟捷徑的能源有關 那有些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可能想說 最近的太陽能股在跌 太陽能股跌 如果你想買 這是個很好的事 除非你是追在高檔 所以我們今天把一些提霍勒的概念 或者是說環保節能的一個相關個股 再拿出來討論一下 來 太陽能的一個指標股裡面包含什麼 包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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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金剩0.9的碩核嘛 所謂的導電銀漿的 39.6這是獲利最好 所以這檔股票你當然要把它當指標 因為太陽能如果要動的話碩核 攸關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也許你手中有太陽能的個股 最近這樣上升很大 每台財經節目打開就開始在罵太陽能股 說半空方標的 我還是老話一句 我沒有覺得太陽能有什麼不好 就好像我沒有覺得瓶蓋有沒有什麼不好 對我來講瓶蓋跟太陽能都是一樣 只是說那個買賣點的問題 買賣點的問題 那當然你要做好規劃 做好規劃 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那有時候罵解決不了問題 要實際的去處理才能夠解決問題 這是貿敵中美金剩的 那綠能你可以發覺說還是繼續賠錢 綠能當然有些案子在推 在做所謂開發的動作 就我來講 產業成長不成長這是關鍵 瓶蓋股對我來講有沒有所謂好跟不好 沒有好跟不好 太陽能族群太陽類股有沒有所謂好跟不好 服務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節目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因為我的看法也許有些觀眾朋友也有打到公司來詢問說 我的看法跟別人的一個看法有點不大一樣 甚至解盤的風格也不大一樣 我還是講一句我心裡的話 就是客觀 你有沒有發覺到很多個股的低點都是被罵出來的 罵到你受不了之後你把它賣掉 股票見底點都是被人家罵出來 結果往往罵的人到後來都忘記 那很多股票的高點都是追出來的 都是市場一片樂觀 市場一片樂觀 都是利多消息的時候你把它追上去 追上去剛好變成什麼 剛好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我們就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那最後一隻老鼠到時候就看到股價在跌 市場上壞人很多 必須再強調一次 壞人很多 那如果壞人很多那你就要想辦法就是說 我們能夠運用的武器越多越好 我們能夠懂的東西越多越好 如果我們能夠運用能夠懂的東西 越多越好的情況下 那個低點到的時候 當大家都很恐慌的時候你就敢買 你就敢買 那當很多的一個高點已經到的時候 別人還在追的時候 你就會賣 你就會賣 那有時候是經驗 有時候是經驗 聊一聊會有幫助 那這是提貨樂概念 從所謂的一個什麼 所謂的一個 氣候變遷跟公共的一個政策裡面 公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規劃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是節能減碳部分 那當然節能減碳部分 台灣相關的族群 主要還是在所謂環保能源 環保能源 那環保能源部分包含像太陽能 包含像所謂風電 看下來 太陽能的獲利比較不穩定 比較不穩定 那風力發電部分這比較穩定 包含像上圍有關 可是也有一些投資朋友 手中有上圍 其實這波也跌得蠻慘的 然後我們來看第一檔指標股 是茂底 你可以發現說茂底也是怎麼樣 也是從一波急漲之後 急漲之後開始做一個盤跌 盤跌 那當然現在一定會聽到很多的一個利空 利空 包含像報價的一個下滑也好 或者是說市場媒體一些渲染的訊息也好 那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矽晶圓的報價只跌 矽晶圓的報價只跌 然後呢 我們要注意是什麼 我們要注意說 太陽能如果說成為一個很重點 重要的替代能源的話 替代能源的話 那其實這些個股 你也不用啦 你也不用說 馬上買到不一定 但是你也不用說在這邊 去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為什麼 我們直接看嘛 這是茂底的股價 那茂底的一個低點在哪裡 其實距離不遠 距離不遠 所以再加上指標在低檔 逐漸有動畫的跡象 動畫 那如果這邊勾上來 勾上來 哇 那你去放空就被修理了 如果這邊勾上來 往往足底都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你可以把它列為指標 不見得說市場在做一個所謂 利空渲染的時候 你去做一個渲染的動作 碩核部分就比較止跌回穩 有沒有 其實你要看一個產業 你不能只看單一個股 你要看整個族群 你要看整個一個類股中個股的表現 有的個股如果領先止跌回穩 其實對他來講 對整體來講是有機會有幫助 碩核去年拉到這個價位點 最近在做一個盤底 而且有慢慢越來越強的跡象 就比茂底強很多 那這檔股票我說是指標嘛 那如果這邊勾上來 因為他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技術指標都已經翻揚上來了 慢慢翻揚上來 翻揚上來 那其實我覺得說 其實也不用那麼看壞 不用那麼看壞 那我覺得說事在人為 還是老話語事在人為 形勢大好 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事在人為 看你怎麼做 那當然 我有時候遇到一些觀眾朋友 一些投資人 有問題啦 問別人啦 找人幫忙 天經地義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我也會回去學校 去請教我的教授 那有一些新的操作的一個技術 那我也會去問一些法人的朋友 我想請人幫忙天經地義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那這是元金比較投機的股票 那近期量縮了 那指標也在慢慢的一個鈍化 那這檔股票其實投機起來還蠻快 只是說量能結構比較不穩定 那這檔股票你也可以把它當成 所謂太陽的裡面的一檔所謂的投機股 那這是風力發電部分 風力發電部分 其實F永貫的股價一向都比較穩 他的一個整體姿態 其實短線上有慢慢的去做 所謂的多方抵抗 多方抵抗 那指標是慢慢的低檔 在做鈍化之後的交叉了 慢慢的要上來 只是說那個成交量上不來 成交量如果沒有辦法上來 我們沒有辦法進步做確認 所以你可以把他覺得說 F永貫最近其實有那個 就是說說不下去 要站在那個跡象 只是成交量的問題 一樣要注意的 那當然包含上尾就一直破底 最近在做一個多方抵抗 指標在低檔有慢慢的一個 鈍化交叉上來 那操作上尾跟F永貫 跟操作冒敵就不大一樣 上尾跟F永貫 有些投信很喜歡做 但是冒敵 冒敵可能你要看一些外資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去做一些規劃的同時 你掌握的資訊越多越好 掌握資訊越多越好 那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那聊一聊 對各位有幫助 我們今天的一個分析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各位 可以判斷神神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